长遍日本一百万面的第十二碗 浓厚猪骨碎肉占面 本以为日本只有一来一封堂在国际上比较出名 这些年此期大意是从东京开到了洛杉矶 成了当地必吃美食 正好家附近就有一家分店 特地过来尝一尝 我点的他家的招牌 浓厚猪骨碎肉占面 这家分店只有一个开放式厨房和几个吧台的位置 坐着还蛮宽敞的 不知道意识到我在拍它还是平时就这样 店员每一个步骤都超卖力 演出感很强 果然认真的男人都超帅 占面的面条很有分量 胖乎乎的像乌冬面似的 按照推荐的吃法先尝尝原味 面条本身的韧性不错 咬断的时候还能闻到浓浓的小麦香 吃掉三分之一以后可以把清明挤进去 酸味能对浓厚的猪骨鱼介汤底 起到清爽解密的作用 这坨煮到松软 自然散开的碎肉是整碗的灵魂 带着一点点烧烤的焦香 在吸尽酱汁的同时 咀嚼感也更丰富 比起厚切的叉烧和面条互不相干的口感 这种面条里夹着碎肉一块吃下去的感觉 更是过瘾 最后几口撒点他家特选的京都七味粉尝尝 大味很少 带点山椒的刺激和黑芝麻的浓香 整碗汤的味道会变得更有层次和回味 果然是过去拿来做供品的调料 同时点了他家的汤面 西面顶上配了两片厚切的叉烧 中规中矩的 感觉还是沾面更适合我 总体来说不错 保持这个出品我应该还会再去 大家要是有想吃的拉面 有怕翻车的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提前帮大家探探路哦 关注我 一起吃遍日本美食 JAM 1 2 3 4 7 5